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艾基罗 我是芬兰人 在苏州已经二十年了 我和许多人一样 最喜欢苏州平江路 喜欢这里小桥流水人家的歌剧 我喜欢这里的生活 我可以一边喝茶 一边吃披萨 我可以一边到收入 一边唱四十个品牌 一条平江路 搬入吴树城 这道路是一个奇妙的一条 有很多秘密的秘密 在这桥帽子的建筑 南宋平江图 距今七百九十年 是迄今为止 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 碑客城市地图 历代古人绘制城市地图 打得为盖矿图和市役图 可这块碑 却颇有些类似现代的 卫星地图 详细克制了当时的城市格局 和街区巷落 一座桥 一条湖 一棵树 都悦然悲伤 那么为何我们的先祖 在当时要绘制一张 如此详尽的城市地图呢 它不光是一个地图 它就是一个当时的设设图 而且你看它的车秤 你看它的河流 完全是依据当时这座城市建设的 一个某本 平江图 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留存至今 最早最详细 最完整的城市平面图 这条是沃隆街 就是人民路 你看到现在都是一样 直通的 从火车站一直到南门 这条路一动都没动 这张图呢 应该讲是苏州城市的一张族根图 在世界城市史上 好像还没有一座城市 那时候建的 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没有唯一座苏州 所以说苏州 这座碑是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这座城 平江图存世七百多年 但它所描绘的这个方方正正的 古老城市结构 又究竟是从何时形成的呢 历经千年的苦心经营 直到唐代 一个经典而独特的城市格局 终于定型 这就是千年姑苏 所特有的双棋盘城市格局 什么是双棋盘格局 那么关于双棋盘格局 真正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因为有了双棋盘其中的河道 苏州这座城才没有变动 2500年来一直在这个园子 我觉得双棋盘格局 一个最主要的功解 就是让这座城市永远留在这 从城市规划格局来讲 国内国外历史来看 可以是说出无一的双棋盘格局 从2500年到现在一直在这个 于绳芳 原苏州市规划局总规划师 上世纪80年代 正是他最早提出了双棋盘格局 这个概念 1986年 这一例论被正式写入国务院审批的苏州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中 去在这一块 还是个当时送平昌厨的时候的情况 完全是一致 圆冲桥 冲里桥 湖江市桥 湖江市像 完全是一致奉合的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双棋盘面貌 于绳芳决定带我们去平江路的一处古民居 大新桥 21号 这个看似不太起眼的地方 隐藏着双棋盘格局最细微的特征 21号是搜索典型的前街贺湖的古民居 就前面是河 是大门 水大布 后门大布 还是旧毛 这个霞城的悖弄 究竟有什么特征 他们在靠北 汇视频道 这个霞城的状况 实际上 他们不着急 加油 继续 确 在双棋盘格局之下 民居单体建筑形成了横向连排 纵向地进式的风格 这样的设计既可以节约土地使用面积 也能让每家每户最大程度的享有水空间 水成为苏州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介质 前面是客人来访的人 或者是主人出房的人下船的地方 后门主要用的是佛服性的 为什么人家进整盒呢 整盒整来边有什么用呢 不是光是井工 而是工人性的用的 大部分买东西 每家人家都是靠船 船上有各种东西运过来 你可以喊住 可以买蔬菜啊 买这个鸡鸭蛋啊 前面是工人性的路口 后面是佛服性的路口 人们提到苏州 常常会以小桥 流水 人家来指代 其实概括的正是双棋盘格局 而我们把视野放大来看 会发现这一格局 千百年来锁定着苏州百姓 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城市安宁 整个苏州地区是水网地区 所以它的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船 那么它从郊外进城 不管是货物的运输 还是城里面的需要运输的东西 用现在的话说不用换乘 这些郊外的船进来 直接就可以到户 很多的像这样的小的码头 有的是这种公共的码头 还有一些码头是私人的码头 我这个码头只有我自己的船在停考 那自己的船 就相当于现在的自己家里面的小汽车一样 我就停在自己家里 他上了这个码头进出的 就是他自己家 在双棋盘格局中 苏州古城内 路与河道千抹纵横 形成了复杂的立体交通网 州挤人车上下通行 快慢分流 互不干扰 又可以交替连运 这种先进的交通理念 犹如现代城市中 普通道路和高速道路的结合 那是不同的河道交叉的地方 它垂直交叉 那么拥有陆地 它肯定是就变成了 需要交通转换的地方 必然去带来两座桥 南宋平江图上标识最多的建筑 就是桥 一共有三百余座 水路并行的立体交通网络 也让桥的组合繁复多样 苏州是水城 如何防洪成为历朝历代的要害问题 被称为福地的苏州 两千五百多年来 却极少遇到水患 这其中的玄机 也藏于双棋盘之中 苏州的地势 是西变高 东变低 那么太湖的水 主要从须江来 那个长江的水 通过运河 主要从山塘河 上塘河过来 这个水呢 完全地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进 太湖的水 通过盘门 通过藏门 进到苏州城内 通过82公里的全程 都大大小小的河道 就分散开来了 最后往东 一直到 夫门 楼门 旗门 就排出去 如今 双棋盘格局的实用功能 已逐渐消退 前街后河 水路相邻的城市风貌 成为了人们观察过去的标本 但这样的城市格局 始终是生活期间的人们 辨识家园 确认身份的路径 他润目无声 又远远流长 我本身不是东西 一些人观察过来的 是一个家同意的 从水浪箱 买西国 买野菜 都是从水浪箱 穿在水中 有多喜欢 宿主的文化 宿主的生活 因为有河 才有桥 因为有桥 才有景观 因为有景观 才有思 多少文人无可 留下了多少诗歌 军道古书记 认详竞争和 双棋盘格局 格局一词 既可以指代物体空间的结构 也用于形容人的气度 在苏州 这个词语 达成了统一 双棋盘的地理格局 也塑造了这里百姓的人文格局 我们回望历史 记录当下 规划未来 有它 便有了依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